你走一步路需要花多少时间 五秒 还是一秒 但对于这个女孩来说 她走一步路需要一小时 紧紧绕床走一圈 需要三个月 去外面晒晒太阳 对她而言更是奢望 因为妮内亚是个早产 先天发育不足 恶极缠身 二十岁之前 她甚至从未下过床 每天躺在床上 妮内亚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不仅头痛腿痛胳膊痛 就连在简单不过的呼吸行为 都会让她浑身刺痛难难 磕磕绊绊说句话 咳嗽的字数比划的字数都多 还有鲜血顺着嘴角流出 甚至情绪一激动就不羞慕 看着这样的女孩 父亲心如刀割 虽然这个孩子 是老婆用命换来的 但她没有像别的漫画里面呼吸 对无辜的孩子痛恨满意 任其滋生自灭 而是誓死守恶 不仅坚决反对家族杀掉没用的孩子 还甘愿为她放弃继承功夫之位 可粘挺十八岁的她 根本没能力与家族抗议 最后争取到的最好节目 就是把孩子送到乡家 可千山万水 鲁隔不了父亲对女儿的死念 她每天都为孩子 搜罗各种兴起玩意儿 希望为病痛的女儿 送去一点温暖 照顾她的仆人们 对她也是尽心尽力 一点风吹草动 都能让她们击中半天 妮内亚病重 她们也跟着茶饭不思 妮内亚好转 她们比中了五百万还太心 被这么多爱包围着 妮内亚更不敢放弃 虽然身体已经开始排斥吸收营养 可为了能活着 她还是逼迫自己咽下去 但香喷喷的食物一入口 妮内亚立刻反胃 吐了个昏天黑地 再醒来已是三天后 虚弱地躺在床上 妮内亚心中满是绝望 再这样下去 恐怕熬不过这个冬天 难道就要这么死去吗 不信鬼神的她 第一次骑从神明的眷屋 对着桌上的神像败了误牌 可若真的有神明 又怎会让她遭受这无望之财 有那么些时刻 妮内亚真的很想放弃 可以想到母亲拼此生下自己 父亲为自己抗衡家族 仏人们每天变着法子 都自己开心 她没办法弃这些人 再看看窗外身体薄薄的草地 踩上去一定很柔软 阳光清风和地流的空气 一切的一切从未感受 就要这样死去 她不甘心 于是妮内亚颤颤微乌的身上 你 你过来 我要 要吃饭 她卖力地往嘴里三十 身体的本能又让她疯了 但她还是逼迫自己 吃了吐 吐了吃 整整持续了三天 一旁的仆人纷纷扮了眼 要不劝劝主人吧 这样下去还要出事了 她如往常一样起床 头离开枕头 屁股不动 上半身停留在空中 可这么普通的动静 却让她吐出了一脸盆的血 糟糕 望现在这副身体很弱 她身无可恋 望着窗外的落叶响 不出意外 我肯定三秒内就晕倒 结果不用一秒 她就再次倒在了床上 即便如此 女孩还是没有向命运妥协 尽管吃啥吐啥 但为了补充体力 她还是忍着恶心淡犯 对于此刻的她而言 那堪比米其林三星级别的料理 和臭气熏天的奥利点不易 妮内亚吃的要多痛苦 多痛 还是咬牙坚持 昂白的小脸憋成了茄子色 看得仆人都心疼不已 可到底还是没人 强烈的呕吐让她再次凶 醒来后虚弱地躺在床上 妮内亚心中满是绝望 她只是打了个躲 为什么一醒来就进入这样一具身体 虚弱到连仆人都没发现 主子已经换了内心 憋屈的妮内亚生着闷气 雷若身体立刻咳都不敌 该死的破身体 连发个火都不行 如废人端被仆人照看着 妮内亚十分抓狂 暗云俱情走 这具身体根本熬不过这个冬天 而眼下已是秋天了 可到底怎样才能活下去啊 这是仆人端来一碗养胃的补养 那像急了羊分蛋的东西 光看着就让人想吐 好心的女仆想帮她换一份 妮内亚却把羊分蛋死死户在怀中 我吃只要对身体有好处 哪怕是奥利给我也认了 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的要真管用 很快妮内亚就能正常进食了 此后半个月 她每天一睁眼就吩咐 拿药来 拿饭来 那疯狂的模样 夫人们还以为自家主子被恶鬼附身了呢 不过效果也是出奇的好 妮内亚不仅能下地 甚至还能绕床走一周 真是令人可喜的转变 照顾了她二十年的夫人们 更是激动的劳累共好 张灯杰采替主人庆祝第一次下地成功 之后每天的饭点 他们更是八眼发光的盯着 比自己吃了山珍海味还激动 妮内亚每吃下一口 夫人都给予过分热情的反应 主人能自己干饭吗 主人干饭的姿势真优雅 一顿饭吃的妮内亚压力山大 眼看小饭桌上 撒出来的比吃掉的还多 衣服上也溅了不少汤汁 妮内亚再次感叹着身体太不争气 可女扑团仍然热情地追捧 主人好棒棒 饭饭都吃光了烟 我们来给主人洗饱饱 这群可爱的人 让妮内亚又爱又恨 那不加掩饰的关心 带给病痛中的自己极大的慰藉 可从现代而来的她 和她们相处起来真的非常狐猛 刚开始礼貌有加 她们却以为自己脑子有病 急得团团断 无奈之下 她只好模仿原主发脾气 女扑却一个个泛起心心 开心得不得了 在她们眼中 妮内亚能发脾气 约等于有生命活力 女孩在女扑的墙里阻止下 坚持绕床走了一圈 结果就是出气多 进气少 四肢止不住地颤抖 差点就要进ICU 但她却很高兴 周围的仆人更是喜极而泣 甚至开派对庆祝 因为这是女孩生病 二十年来第一次下床 被这顽强毅力打动的 还有她远在异乡的父亲 女儿二十年来第一次 展现出如此强烈的生存意志 她不能再慢慢谋化 为了女儿 她决定加快反击老公爵的步伐 可在此之前 她要确保女儿的安全 狗急跳墙的老公爵 岂有可能对女儿下横水 于是她派了位高手 妮内亚得知此事 满脸迷茫 原助理可没有这剧情 先看看来着何人吧 然而初次见面 妮内亚就被男人眼中的 冰渣子震上她 真是毫无生机的一双眼 她被吓得动都不暖 直愣愣地看着男人走心自己 恭敬的心里问我 我是凯撒 妮内亚顿时瞳孔放了 凯撒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这男人不是原主死了才出现了吗 不争气的身体承受不了 妮内亚的激动 立刻可都不停 口水啥地喷了对方一脸 她记得这男人好像有洁癖 妮内亚偷偷瞄了一眼 只见对方阴森的眼神 直勾勾地冰着自嘴 她顿时觉得无人哄 不争气的身体又来掉链子 她就这么华丽丽地被吓晕了 凯撒虽然出于人道主意接住了她 但那阴森的眼神 昭示着主人此刻强烈的不满 即使妮内亚没有睁眼 也感觉到强烈的傻气 殷殷殷 难道今天是我的死期吗 您暂时还不会死 那你 难道我把心声说出来了吗 好尴尬 再者不死就不死 什么叫暂时不死 妮内亚正想张口询问 一个喷嚏带出阵阵咳嗽 空气突然陷入诡异的安静 涂流凯撒脸上的不明液体闪闪发光 妮内亚表面淡定无出 内心崩溃到了极点 今天难道是妮内亚射死日 她赶紧低头道歉 尴尬地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更别说看看对方脸上精彩的表情了 可哪怕使尽洪荒之力 她连站都站不起来 看着妮内亚的小脸上的痛苦 凯撒亮晶晶的脸上总算有了好奇的表情 好半天才看出她这是要站起来 哎 这女孩也太惨了 看来保护她是个苦差事 凯撒无奈地举起妮内亚 当她站立起来 而妮内亚还沉浸在刚才的尴尬中 她想说点什么缓解尴尬 于是便使劲道歉 看到凯撒居然轻疗淡写地原谅了她 妮内亚觉得不可思议 她应该特别生气 而且迫不及待想洗澡菜对 一不留神就把心声又嘀咕了出来 凯撒瑞丽的眼神立刻撇向她 你好像很了解我 她的活动范围 只有一个被窝那么小 吃饭喝水有人送上床 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她却厌恶至极 什么时候能出去玩啊 她常常看着随意走动的女仆 眼里充满渴望和羡慕 这天她终于能绕床走一周了 再加上家里来的新鲜面孔 她高兴得不行 妮内亚立刻换上最漂亮的裙子 努力挤出最灿烂的笑容 热情地欢迎客人到访 可这具身体实在太过雷若 稍微站久一点就撑不住了 本想有好的打招呼 一开口却是一阵止不住的咳嗽 口水鼻涕喷得客人脸声亮晶晶 妮内亚无力地滑坐在地上 身体忍不住地颤抖 她死死咬住嘴唇 屈辱的泪水无声地流下 为什么会这样 她第一次如此痛恨自己 并奄奄的身体 让她在人前毫无尊严 然而客人早就知道她的状况 对此丝毫不在意 她轻而易举扶起妮内亚 我是你父亲派过来的 想和你单独聊聊 妮内亚还没从刚才的射死中谎 她磨磨蹭蹭地下令让其他人离开 又暗暗七刀有人能留下来陪自己 可仆人显然误解了她的意思 立刻飞速逃离 给主人和客人制造独处的机会 妮内亚很抓狂 但只得硬着头皮留下来 可对方却久久没开口 搞得妮内亚心慌慌 她终是没沉住气 想必你此番前来 侍奉父亲之命保护我吧 没错 我会暂时保护你 得到意料中的答案 妮内亚反而更烦躁 这人本该原主死后才出现 为什么现在就来了 维持这副破身体的健康已经很吃力了 难道她还要兼顾剧情发展吗 而且这个男人身份很神秘 道小说结局也没揭示 妮内亚不禁好奇 她为什么会答应父亲保护她 面谈男人以沉默回应 她又问刚说的暂时保护是什么意思 男人又久久不说话 对面的女孩是她见过最脆弱的人类 可明明身体都快要散架了 眼神中却充满了生命力 她实在无法说出 暂时就是你死之前的这段日子 等不到回答 妮内亚只好问出她最关心的问题 你来这里是不是意味着我有危险了 是的 可妮内亚很不解 她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家里一群保镖苦人 能有什么危险 你很快就知道了 男人说着便起身靠近 你 你要干什么 话音未落窗户突然破碎 妮内亚吓得失声惊叫 好在男人反应迅速 抱起她迅速避开玻璃碎血 可刚到安全的地方 又有暗箭飞来 凯撒眼疾手快地握住 箭头距妮内亚鼻尖只有0.1毫米 我想我已经证明了你需要我的理由了 她只要呼吸稍微一用力 就会立马晕倒 严重时还需要叫来医生抢救 这样一副弱到不可思议的身体 动动手指就能让她死 爷爷却派来了顶尖杀手 想要她的面 没别的原因 看孙女活得太辛苦 不如早点送她归西 女孩的父亲赶忙派来高手保护 这才让妮内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加速治疗自己的身体 既然所有人都觉得她必死无疑 那她就偏偏要证明 她一定能长命百岁 她一见到凯撒 就忙不迭询问 你给我解释清楚 为什么你一出现就有人要杀我 你错了 是有人要杀你 所以我才会出现 凯撒不慌不忙到出事情经过 为了早日见到女儿 她父亲决定和她父亲争夺公爵之位 老公爵对儿子的反抗勃然大怒 于是决定从问题的源头下手 妮内亚听了愤愤不已 她本就拖着一副半死不活的身体 现在还要被当成出气筒 简直太欺负人了 可让她疑惑的是 原住中父亲怕女儿有危险 一直在暗中扩张势力 怎么突然这么高调 难道对女儿的爱变强了 如果那样就不会让凯撒来保护自己了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她仔细回想 也没觉得自己做什么特别的事 倒是这位父亲 原住中为了女儿忍气吞声 没想到最后女儿还是死于病痛 就让她陷入深深的内疚 此后她把对女儿的爱 寄托在女主身前喜爱的女孩 也就是援助女主身上 仿佛女儿还活着一般 另一边积极反抗父亲 等尘埃落定后 也去地下陪女儿了 要妮内亚说 这么没用的女儿直接抛弃不行吗 她为什么选择爱我呢 可妮内亚的心脏突然刺痛难挨 好不容易阵痛过去 她才注意到 凯撒就那么傻傻地看着自己翻臉 一点反应都没有 真是太没同情心了 被女孩盯了许久 大直男终于有所觉悟 我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 你没事吧 妮内亚真想给她两驼子 不过眼前这个男人 显然是可以信任的人 想到这具身体如此脆弱 她决定还是抱紧这条大脑 妮内亚立刻认真起来 你也看到我的状况了 掉下床都可能摔死 你可一定要保护好我 怎么可能 人类又不是豆腐 妮内亚突然一顿 好形象的比喻 她现在可不就是块豆腐 从现在开始 你就把我想象成豆腐做的王傲吧 那傻里傻气的无量 凯撒真的很不想理会 但这又是她的使命 只能无奈说好 妮内亚立刻激动地竖起小物质 拉钩拉钩 我的未来就拜托你了 这个保镖总是冷着一张脸 明知女孩生命垂危 也毫不在意 反而美滋滋地盘算着 赶紧死吧 你早死早超生 我也能早走早拿起来 双赢了 妮内亚当时险些气炸了 她知道自己活不长 大家也知道 可这个人为什么非把这血淋淋的事实说出来 你是想让我放弃自己 还是觉得我明知自己要死了 还努力挣扎的样子很傻 看着保镖一脸心虚 妮内亚知道自己猜对了 说不定她的真实想法更过分 没想到自己拖着一副比豆腐快还脆弱的身体 那么努力的求生 在别人看来 竟是一个小丑 她坚定地看着保镖 哪怕只剩下一天寿命 我也要竭尽全力活下去 说着就倒在床上 是的 她已经脆弱到 说几句重话 就会累到晕厥的程度 但保镖只是以为她生气了 嘱咐她好好休息便离开 只要妮内亚没遇到袭击之类的威胁 剩下的都与我无瓜 接下来的日子 依旧枯燥平淡又无聊 妮内亚十分痛苦 最后做出一个大胆决定 我要出去 女仆们暗戳戳地交换眼神 一致摇头不同意 天气凉了 您会感冒的 妮内亚看外面逼近40度的大太阳 欲哭无泪 你们看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妮内亚疼得一下起身 想证明自己没问题 可立刻两眼发昏 跌坐回去 这副身体果然还是太弱 妮内亚只好坐着享受阳光 那画面岁月静好 美得仆人们睁不开眼 要是主人没生病该多好 小声的讨论 全都落入妮内亚的耳朵 妮内亚很无奈 她们总这样着迷地看着我 在我生病痛苦的时候也是如此 有时真让我毛骨悚然 仿佛下一秒我就要死了 她不由想起保镖那张冷漠的脸 现在想来 她那种毫不在意的眼神 反而让人轻松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笑声 只见有人在院子里喜马 妮内亚总觉得这人好眼熟 好像是小说的原女主梅亚 她和原主不仅年龄相同 而且都被无辜卷入叛乱世界 一出生就失去母亲 原主和父亲被迫分离二十年 梅亚也成了连绅士都不知的孤儿 和恶极缠身的妮内亚相比 她的生活是另一种艰难 在梅亚乞讨被人揍的生命垂危之时 碰上了和她一样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原主 仆人们的惊呼 打断了妮内亚的回忆 她不仅擅闯庭院 还拿着珍贵的摩金丸 我们马上去教训她 不用了 我自己来 等等 这对话好熟悉 这个女孩生病不能见风 被迫在房间困了二十年 外面阳光明媚 她却只能隔着窗户的玻璃口 看着照顾她的仆人来去自服 妮内亚极度到发疯 凭什么她们就能身体健康 我就要这么痛苦的呼唤 现在就连一个奴隶 都能自由出入我的庭院 还敢笑得那么刺眼 一旁的仆人注意到主人因特色的目光 这才发现梅亚的存在 她不仅擅闯庭院 还拿珍贵的摩金丸 主人 我们马上去教训她 妮内亚一脸冷漠 不用了 把她给我带过来 我要亲自惩罚 鞭子抽得啪啪响 鲜血滴答滴答落在地上 梅亚的身躯因疼痛剧烈颤躲 可妮内亚并不觉得解气 眼前的血腥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小肘 自己被病魔折磨 却又反过来以折磨别人找名 看到仆人的鞭子再次高高举起 妮内亚忍不了 我要换一种方式惩罚 你每天这个时间都在我房间吧 妮内亚突然想到什么 在她来之前把她洗干净 再换件新衣 末了又急冲冲地补充到 这么说是因为她脏兮兮的样子 看得我难受 妮内亚心中别扭极了 她才没有心软了 可一回头 正好对上梅亚的眼睛 这下妮内亚更干大 看什么看 快出去 隔天梅亚洗干净被带到眼前 妮内亚决定把丢掉的面子整理 她故作凶狠 我要给你最残忍的惩罚 就罚你顶着书站住 如果你敢让书掉下来 就多占一小时 梅亚那一脸懵逼 这也能算惩罚 之后的日子 梅亚一直受到妮内亚卢特的惩罚 箩筐水骨 院子里挖跳 爬树摘骨 这间梅亚端着蜂蜜回来 脸被蜜蜂折成大包子 那傻乎乎的模样 让妮内亚笑得停下来 虽然肿着脸很痛 可主人头一次这么开心 梅亚也忍不住高兴 妮内亚一下意识到人设又掉了 喂 你笑什么 是觉得惩罚太轻了吗 梅亚早就意识到 这些与其说是惩罚 更像是让别人替自己 做些不能做的事 她一点都不怕 我随时可以效劳 妮内亚瞬间觉得 自己的伪装被识破 生气地把梅亚丢出去 半夜 妮内亚听到窗外有动静 她疑惑地拉开窗帘 只见窗外一片花 在幽幽月色下美的不可思议 妮内亚惊地说不出话 她捏起一朵花放在底边 使劲绣了绣 虽然私下无人 但她知道 这都是梅亚的杰作 可第二天梅亚来看她时 却被仆人拦在门外 从夏天到冬天 梅亚每天都来 但再也没见到过妮内亚 求求你让我见见主人吧 这石门突然打开 昔日美丽的少女 正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正因为梅亚带给她 从未体验过的孩子 临终之际她交代梅亚 我要是死了 你就把尸体交给我爸爸 告诉她 我活得像没有关在龙中的那种鸟 一样自由 所以不用觉得对不起我 梅亚气不成声 在妮内亚离世后赵总 却因为她父亲的溃脚 最后过上了妮内亚 向往的自由人生 想起原主和梅亚的故事 现在的妮内亚知道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 恐怕难逃一死 她再次艰难地起身 我要出拳 终于有一部漫画 不是穿越成语被风行开放 击走女主后纠战卷好 而是帮原主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妮内亚穿进小说后 为了挽救原主病到要散架的身体 每天狂吃比奥里给还恶心的药 终于能下地走路 她顿时觉得有希望 这时小说女主突然出现 妮内亚回想了一下 好像就是今天 两人的关系发生重要转格 一想到这儿 妮内亚不禁愤愤不平 在小说中 原主简直就是为女主服务的 不仅就她性命 还用自己的死亡 送女主过上自己 一直向往的健康自由的人生 妮内亚越想越来起 连自己都顾不过来 凭什么还要当一个陌生人 再看看庭院里的女孩 笑得肆意无邪 妮内亚很奇怪 难道她不知道这是贵族庭院 还是说一开始 她就是抱着墓地接近人主 妮内亚决定去会会这个女主 可仆人却拼命阻断 求求您注意身体啊 四张小脸可怜兮兮地望向妮内亚 让她压力山大 再拖下去梅亚就该走了 于是妮内亚灵机一动 不如我们找一种技能出去 又不伤身的办法吧 三十秒后 妮内亚好像给当当的自己脸上来两下 只是出个门而已 她万万没想到仆人会搞这么狠 感觉自己应该和西游小魔里的空虚公子 走不出道 然而一切还没结束 红毯的镜头摆着华丽的座位 女仆人还把汤伙子塞到妮内亚怀中 又用被子包包成残语 女仆们还满意地收手 一番操作猛碌 梅亚惊地说不出话 你愣着干什么 主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找你 还不赶紧磕头认罪 梅亚立刻跪地求饶 小小的身体浮在地上抖不不得 在贵族眼中 她这种奴隶的命笛草都见 这让妮内亚很是无语 搞得我好像黑社会欺负人 你 起来说话 梅亚颤颤巍巍的抬头 以为自己听错了 妮内亚无奈 你没听错 起来吧 地上凉 梅亚顿时有种结后余生的感觉 忍不住抽气起来 谢谢主人 听到主人问她为什么来平原 梅亚又哭通一声跪下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妮内亚无语疑了 我不是要骂你 只是好奇问你 梅亚再三确定主人没法 才直直吾吾起来 事马趁我不注意跑进来 我本想赶出去 看她一撒欢就忘了 虽然这件事对于她一个 二十一世纪的灵魂来说 无足轻重 可在这个世界 冒犯贵族是不得了的大事 妮内亚仔细盯着她的脸 不放过一丝勇气 虽然看着不像在撒谎 但她不能掉以轻心 于是阴策策地说 明天这个时间 你到我的房间来找我 我今天要想一下 怎么重重地惩罚你 还是没能逃过吗 梅亚害怕极了 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 可身后的妮内亚 却捂着嘴偷笑 什么想法都写脸上了 真可爱 我要好好考察一下 这个圆柱女主 四十度的高温天 女孩好想从门晒太阳 可仆人却怕她打爆 我成粽子才放心 听话 您这身体经不起脏 王八念经 我才不听 妮内亚借口支开仆人 立刻把被子甩到一边 尽情感受阳光的温暖 然而头顶之繁叶茂的大树 却让她伤感不已 据说这树已经几百岁了 我的寿命要是有她百分之一也好 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 这时凯撒突然出现接过话茬 最多五个月 妮内亚无语极了 这人好讨厌 总喜欢亲切地提醒我还能活几天 可自己是看过圆柱 你是怎么知道的 凯撒认真的想了想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妮内亚乐了 连自己想什么都不知道 真是个傻瓜 凯撒却一脸毛色顿开 而原来我是个傻瓜 长这么大才知道这件事 真是太谢谢你了 语出惊人的话 让妮内亚原地蒙 这人怕不是二傻子吧 她赶紧白手讽略 凯撒却迷茫了 所以我到底是不是傻瓜 妮内亚决定放弃和傻子交流 原以为只能活三个月 现在成了五个月 这说明自己这些天的最美白皱 她贪心得不得了 可这份喜悦 只能和身边这个不解风情的男人分享 但她忘记了这人知能爱婉气 你怕不是被太阳晒傻的吧 五个月要是也能叫长 那我无话可说 那你就不要说话呀 我以为你希望得到我的伟大来着 妮内亚真的要被凯撒气死 不知道这人突然冒出来干嘛 要么半天憋不出个屁 要么气死人不常命 再加上她是父亲派来保护她免遭爱杀的 所以只要一出现 总有种死神来了的记事感 凯撒懒得解释 我有东西要给你 说着便退后三尺 单膝跪地 这架势下的妮内亚动都不敢动 此情此景是要求婚吗 可凯撒从怀中掏出的 却是一个闪亮的金镯子 这个镯子里封印了风之精灵所拉 必要时可以保护你 妮内亚表面淡定 内心一阵乌鸦飞过 直男的脑回路都这么清奇吗 为啥送个防身武器还要整出个仪式感 她好奇地瞧着手环 忽然想起凯撒是精灵师 据说精灵师需要有与生俱来的亲和力 才能与精灵相互感应 而作为冰块直男的凯撒是完全没有 她直接打扶了精灵 强行和人家避体契约 不会是凯撒 从来不让人失望 话说干嘛给我啄 没想到这副病痒痒的身体 还有这本事 一个连喘口气都累到瘫痪的孩子 注定会被家族视为累赘 而凯撒的任务 就是保护女孩不被暗杀 可她也做不到24小时贴身保护 于是准备了一个精灵手镯 妮内亚很不解 卫慎 为啥不直接和精灵缔结契约呢 凯撒扭过头部说话 喂 你解释清楚了 因为你身体太差劲了 会死掉 妮内亚一口老血堵在胸口 我就不该嘴见 凯撒这张破嘴 永远不知道围婉两个字怎么写 可这个手镯怎么用呢 我来提供魔力 妮内亚连连摆手 那多不好意思 你远程操控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凯撒冷笑一声 使用你自己的魔力 半个小时就能上西天 要为您安排一下吗 那还是算了 这种男人果然不应该被同情 行了 交代完了就够问吧 妮内亚难得出来晒自太阳 决定多享受一会儿 可凯撒却面露痛敌 时时不肯离开 还有件事没做 问她什么事 凯撒又半天不说话 妮内亚严重怀疑她是个机器人 动不动就信号卡顿不说话 好半天才提出一句 我要给您刻的记号 那表情就跟受凌迟之行一般 妮内亚下意识担忧 刻印记很疼吗 不疼 那你干嘛这个表情 凯撒紧摇嘴唇一脸虚辱 我得跟你发生肢体接触 介意我碰你吗 妮内亚十分无语 不就是洁癖症吗 干嘛搞得像什么不可描述的事一样 再说应该问你借不借意吧 我建议凯撒视死如归的母娘 让妮内亚好想翻白眼 那你就别勉强自己了 不 这是我的侄子 说着她缓缓摘下手套 只见修长的手指不满裂痕 这是洗了多少次手才能弄成这样 妮内亚突然有点理解她了 就像自己控制不了病痛的身体 她也控制不了对脏的恐惧 她记得小说里 凯撒在原主死后才被拍到女主身边保护她 但也没有为她身体力行地做过什么 可现在却为了自己的安全 强忍洁癖接触 自己是不是一直以来对她变心太强了 妮内亚正想地出神 凯撒突然靠近 妈呀 吓死我了 就不能告诉我一声吗 就这样 别动 凯撒紧紧握住扶手 呼吸急促 好半天才下定决心似的 缓缓伸出手 一秒两秒一分钟过去了 凯撒迟迟没有下一步 所以我要维持这个姿势到什么时候 腰好痛哦 于是她悄悯悯地挪了一下屁股 凯撒吓得立刻缩回手 好险好险 差点就挨到了 好险